当你打开一个网页后 不出意外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你是人吗 为求自证方便的话请看下图 呃这个 我们还是看下面这个吧 有点崩 试问如此反人类的验证码是哪个聪明鬼想的 不少小伙伴应该都听说过图灵测试 而验证码便是它的一类变种 全名叫做全自动区分计算机和人类的公开图灵测试 简单点说就是判断你做的是不是人事 为了能帮你守住网页浏览和交易互动的第一关口 防止不乏分子利用机器软件发布垃圾信息和仿冒登录等 2002年路易斯冯安斯等人提出了验证码这一概念 自此没完没了的认证过程开始了 像最早的时候验证码是这种文本式的 填个数字或字母就可以 是不是很简单 但人工智能破解它只需要0.05秒 还能怎么办呢 增加难度呗 第一关考验智力水平 请你给出这道题的答案 为了不互相为难 我们还是去问问AI吧 这里我打开Kimi把照片导入进去等几秒 每一步都给你算得清楚明白 而这第二关就是要考验你的眼力 方法包括但不限于故意模糊中心部位 给字母添加干扰线 以及下面这种利用物体间的相似性混淆视觉的 我们让Kimi识别一下这个海外很火的蓝莓松饼和吉娃娃 每个都成功对应上了 不得不说 验证码难度的增加 最终受伤的可能只有人类 2014年谷歌发布了一种专用于破解扭曲文本验证码的算法 结果对于最难的扭曲文本 AI验证成功的概率达到了99.8% 人类却只有33% 这是斯坦福大学科学家2010年发表的一篇 有关验证码的研究论文 经过总结可以看到 普通人验证成功一个图像验证码的时间需要9.8秒 音频验证码需要28.4秒 光验证就要耗费如此多的时间 用户体验自然大打折扣 说到体验感 自从用了Kimi办公后 可给我带来了不少惊喜 Kimi是清华学霸开发的一款国产AI 工作学习的好帮手 遇到不会的高数题 直接拍照上传 Kimi快速给出推导过程详解 还会归纳其对应的知识点 举一反三 给到同类型吸体 在生活中 可以随手拍一下配料表 快速识别这款饮料 是否适合减肥的时候喝 日常健康的好搭档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 不妨点击下方便接 让Kimi帮你解答解答吧 出的题真人答不出 全让AI给答了 但为什么 现在的验证码越变越简单 AI反倒不会答了呢 实际上 现在的验证码已经变成了一个验蠢的过程 比如把图片滑动到缺口处 旋转图片到特定角度的 可以说有手就行 对于AI来说 确实更简单了 但关键是 人在拖动鼠标的时候 手会控制不住地发抖 另外 再加上人操作时还没机器精准 反应时间漫不说 多了还会往回拉一拉 于是 轨迹高下立判 人和机器很容易就被区分出来了 不过 AI的学习能力如此强大 也难保未来他们不会学蠢 比人类更像人类